来看F1一集方程式赛车 为了宣传即将到来的第一届迈阿密分战 红牛车手Sergio Perez开着F1赛车 从纽约出发开往赛事的地点 迈阿密国际赛道 除了上演街边的换胎秀 中途还遇到一条大鳄鱼挡在了前方 来看看他如何完成这趟公路冒险之旅 故事一开始 F1红牛车手Sergio Perez 接到车队总经理 Cristian Horner的来电 虽然有点听不清楚 但似乎是要他立刻赶往迈阿密 只好即刻出发 绰号Cherko的他决定开着F1赛车 从所在地纽约起跑 天还没亮震耳欲聋的引擎声响彻街道 而要做长途旅行 当然需要团队支援 但想要抵达目的地没有这么简单 穿梭在城市以及高速公路的车阵当中难不倒他 但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条大鳄鱼 鳄鱼逛大街在佛罗里达见怪不怪 在热心的花式滑水运动员帮助下 Cherko终于来到热情南滩 并且开到目的地迈阿密国际赛道 正当他满意自己完成任务后 才发现原来是一场误会 Cherko听完超崩溃 但还好这一切只是宣传短片 为了F1第一届的迈阿密大奖赛提前预热 而车迷可能早就跟Cherko一样迫不及待 华视新闻张道友一定会报导 我是吴亦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 现在就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还要按下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喔